大家好 我是宣運氣 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是大火拼 講講講港股情況 今天港股有頭威 無尾震 早段高開 高開百多點 不過其後升幅無以為計 慢慢收窄 一度跌成200點開外 前日好在跌少了 前日跌83點 收23301點 成交1,109億以上 今天市匯院受到騰訊下挫影響 跌1% 又多跑輸大市 與此同時本地經濟股都繼續弱 其中領展的跌勢是比較急的一隻 2.7% 令市便下跌了 幸好匯豐之前的弱勢股 今天又威勢 升1% 又多 令到市的跌幅得意收窄 整個市形勢 跟著市會怎樣走呢 今天跌83點 技術上就一般 後市何去何從 可能回到點題的三個字 大火瓶 至少有三方面的大火瓶 值得跟大家講一下 第一方面的大火瓶 顯而易見 明天是5月份期止結算 所謂五窮月 五月開始都不覺得是那麼差 一直都可以的 一直反覆是高的 向高那邊走 曾經都見過高位 迫近24,800點的水平 只不過到上星期尾段 蓬佛突然一棍跌下來之後 五月就認了 五窮了 五窮了 明天是最後一天 以期止來計算 最後一天是怎樣呢 好友淡友 會進入大火瓶 爭取最後勝利 大家要留意明天 期止結算是第一個大火瓶 第二個大火瓶跟近日 大家都應該異熟能循的 港版國安法有關 去到明天就開始進入另一個關鍵時刻 因為明天人大就會表決有關的提案 港版國安法 現在看上去都應該確實過 過完之後會怎樣呢 這個就涉及中美的大火瓶 美國方面就頻頻出招 現在初步都是口述 主要口述 就是這樣說 其中特朗普就不止一次說話 最新的說法 又是繼續說話 說什麼呢 就說會有回應 這個回應是強力的 強力 是不是就等 接著還說這個回應是有趣的 我真的不知道怎樣有趣 總之是不是強力就不知道 但相信一定不會怎樣有趣 起碼對於香港人來說 有什麼有趣呢 無論如何 他會這樣說 繼續了 明天港版國安法表決 表決前夕 今天也是 明天也是 會不會香港方面 自己本身有些不好的事發生呢 其實今天香港市面有很多堵路 很多示威 搞到警察都要拘捕了很多人 明天會不會繼續有些事情令到市場不明朗氣氛呢 這是第一個留意 第二個留意就是 通過之後 究竟中美大火瓶 究竟火瓶成怎樣呢 今次特朗普會不會只有港幣呢 聲音大大 跟著沒有什麼做出來呢 還是今次付諸實行 真是大火瓶呢 那就要留意 他就說 今天見記者的時候 就說 今天不說著 接下來幾天才說 周末之前才說 現在市場普遍 預期不外乎幾件事 包括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 即是獨立關稅區地位 以至制裁有關的企業和官員 甚至有些說得更加極端一些 這些無謂講 因為節目時間不太多 無謂講到這些發生的可能性比較低的選項 這個究竟出到有多厲害呢 這個要留意 第二個 出完之後 中方又怎樣回應呢 會真是中美大火瓶他們呢 如果是呢 不單止對 五窮之後 六都可能會絕 如果真是大火瓶的話 所以大家留意著 第二個大火瓶 就是中美會就著國安法 有些硬碰硬的情況出現呢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呢 就是涉及資金的大火瓶 剛才看過了 今天的市場 就騰訊回軟 令市回跌之餘 另一類股份 就令股份 令股市向下的動力是什麼呢 就是所謂本地經濟股 或者基金持有很多的防守股 或者收息股呢 今天都走勢很差 看到這個就是領展 一向都是基金外股之一 因為息高就是之前 但是賣賣下越升越多 息已經不是太高 但是呢 大家仍然當它 就叫做相對高息股來買 基金差很多的 但是呢 看到這幾天走勢明顯是比大市差 已經跌穿了三月低位了 之前一天 之前一天 昨天彈一彈 今天呢 再跌回頭 跌一跌 一支大陰竹 手和腳都很短 那些大陰竹出來 走勢是弱的 幾乎就穿回 星期一的低位 走勢明顯是弱的 另外 看看其他 比如中環媒器 也是很多基金買入的 所謂防守股也好 高息股也好 看到了 今天也是跑書大士 好一點的 好過領前的 未至於穿三月的低位 但是呢 今天的走勢是租高的 跌2%有多 而且呢 這兩天 昨天和今天的兩支一鳴竹 已經合成一個烏雲蓋頂的走勢 即是弱的 換言之呢 即是 基金 或者在這間講法 非內地資金買很多的股份 今天呢 跌得比較多 好像呢 內地資金以外的資金 好像在沽 或者叫外資 再簡單一點 外資好像在沽 香港的經濟股 而且香港 之前呢 這些叫倉底股來的 因為息高 又穩陣 倉底股 好像外資也在沽 倉底股 這個好像是這樣 但與此同時呢 當作外資 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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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倉底股同時呢 內資 北水呢 繼續在買香港的東西 好像形成一個 角力 或者火拼的狀況 根據的數字 有外媒彭博 就形容 北水已經前所未見 前所未見的速度 流入廣股 今年以來呢 已經是363億美元 即是折合大約廣股 2800多億的 港元就流入來香港股市 不斷買 港股 主要買什麼股呢 就是低股值的股份為主 其中就是建行 建行、工行 以至平安好醫生 平安好醫生 就不算低股值 新經濟 但兩隻低股值的金融股 或者叫內隱股 明顯受到北水系這樣追捧 建行 今天的走勢 都跟大股差不多 所謂本地經濟股 是這麼厲害的 很明顯 好像北水不斷買港股 北水以外的資金 或者外資 就好像在沽倉底貨 就成省了 對口的情況 在三大火拼情況之下 究竟恆生指數 港股怎麼走呢 六月是否會更加窮呢 大家不妨看剛才三個火拼的情況 進一步發展如何 特別是港版國安法的發展 另一個要留意就是 看看恆生指數的走勢 究竟會不會穿重要的阻力位 或者突破支持位 大家留意著 阻力明顯是兩萬三千五 今天穿一穿 穿一穿 就回軟下來 穿一穿前浪底的阻力 就回軟下來 顯示這個阻力是不小的 這個前浪底 也可以看成密集區的底部 是一個阻力所在 會不會穿上去呢 關鍵之一 第二關鍵就是 藍色箭咀指著的地方 這個箭咀指著的就是 一個上升列口的支持 會不會補回呢 要補回呢 六更絕的可能性是大的 這個水平是多少呢 兩萬二千點左右 大概是二零六五 兩萬二千點左右 去到兩萬二千四百點左右 準確一點 二二三八三 大概是四百點左右 二二零零零零到二二四零零 這個上升列口 會不會補回呢 要補回呢 就頭呎了 好了 講到這裡 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